大家好,今次是我第一次在這裏拍片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用Lightroom來執照 簡單說一下,Lightroom我相信很多有玩開執照的人 都會知道這個軟件 現在Lightroom已經是去到Lightroom CC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的功能當然是比以前的Lightroom改善了很多 可能我不知道有沒有初學者的人都會在看這裏拍片 所以簡單說一些Lightroom介面的一些功能 你會見到左邊這邊的就是一個瀏覽器 其實這裏就是你揀選了那張照片的時間 就會展示出來的 當然它另外也有一些選擇給你 譬如說當你執照的時候 你可以進入的時間 你可以進入的照片 你可以進入的照片 而另外這裏就更加大 這裏就看回當你執照的時候 你怎樣去執照到哪一個部分的時間 你想仔細一點的當然就會是 進入會比較進入的 然後下面呢 就會有一個叫做預設閘的東西 那這裏呢 都會有一些 我本身自己做了一些的 放入的功能 不同的效果 那其實本身Lightroom自己 也都會有一些預設了的功能 在這裏 那這個就 可以讓你自己選擇 爭人功夫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 用這些的 他已經預設了的效果 那其實本身如果我有時候 我自己是 執好一些照片的時候 那我也都會自己呢 是可以加回 OK 這裏有一個加號的 當你執好照片之後呢 那你覺得那個效果 你比較喜歡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預設閘裡 是加回那個 你執照之後的設定 OK 那我跟著再展示下去的時間 你就會見到 你做過的每一個步驟 OK 都會在這裏 展示出來的 那但是當你 譬如說 這張照片 其實我已經執好 那可以讓大家看看 OK 那其實經過多少個步驟 你都去做 那譬如當去到最上面 這個就是你最後面的效果 來的 就會是這樣的 好了 那但是如果當你 當你 拍到最開頭的這個時間 只要你一做任何的功能的時候 你到這裏 你之前做過的步驟都會不見 所以這裏就要小心點了 好了 那 去這個的右邊 那右邊去這裏 你會見到它有一個 色階的分佈圖的 那這個色階的分佈圖 是有什麽好處的呢 就是譬如說 去這裏呢 就會給你顯示 就會是當你拍那張照片的時候 拍那張照片的時候 出到你不同顏色的分佈 它那個光暗 那樣東西 那個數值是會出回來的 那你會見到 當你是最左邊的時候 你會見到這裏呢 會有一個黑色 那跟著呢 旁邊這裏呢 就會有陰影 那這個就是曝光度 這個呢 就是亮度 就是一些高光的位置 這個就是一些白色的位置 高光的位置 和白色的位置 都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當你是去走一張照片的時間 那有些人會選擇去用這個位置 來做一些調整的 OK 你用黑色這個位置來推的時候 你會見到 黑色呢 是淡化了 那張照片呢 都會是光了的了 OK 那譬如說 如果是陰影的部分 那你就會見到 它本身暗位的時間呢 它的陰影的部分 都會走出來的 OK 那但其實當你在動這個 這個色階分佈圖的時候 其實你會在下面呢 你都會見到 這些陰影啊 這些呢 它都會是 數值都會不同了 那你還原的時間 也都很簡單的 你雙擊它 那它就已經可以 還原回了原本的照片 最原本的設定 那曝光度了 那這個呢 就是整張照片的時候 那個曝光 那當你推光 或者是推暗的時間呢 那它就會是整張照片來的 那當然其他的數值 也會有一點點的轉變 OK 那麼我們雙擊它 就是還原回了 那跟著就是兩步了 所以說它那個 整張照片裡面的高光的位置 那你自己也都可以調節 OK 可以在這裡來調節 那白色的部分也是 那它就是 那它就是用白色的部分 OK 高光位置白色的部分 好了 那通常我都會比較少用這一個的 我都會比較喜歡用下面這個位置 OK 那你會見到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有一堆的 有幾個的 功能件的 那 那第一個 那就是 你可以用來 擦照 那 當你拍了一張照 回來的時候 你發覺那個構圖 你不太喜歡的時間 那其實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OK 然後 你會選擇 你想要的 構圖 究竟是怎樣 那另外 那這個呢 就是 原始影像 這個鎖 那這個鎖 那這個鎖是什麼呢 其實當你鎖了的時候 其實它會按住 那張照片的比例 來縮放 那 但是 如果你解了這個鎖去的時間 那 那其實你是可以 把那個圖 是自動調整 上去什麼位置 都一樣可以的 OK 如果你不想去做那個動作 OP 你可以 紛 només 你可以 畫完 也可以 OK 那 而再下來的就是 你的角度 你可以 chỉ 一個條 rig 可以這樣 按摩 那 你事件還可以 按摩 接近格子的時候 其實你會見到箭墜會變成一個弧度 同樣地你一樣可以去做一個條證 當你重複到這邊的時候 它也會還原在原本 這就是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我們叫做引仔 它是污點易脆的 譬如說很多時候我們去撿照片的時間 我先放進去看看 其實當我們按照片的時候 它的照片就會放進去 這是一個短片 譬如說你看到一些 痘痘、暗瘡、毛孔 比較粗一點的時候 如果你想減低它 或者令它消失的時候 你可以按一下它 其實這個圈的大小 你可以去選擇 OK Shortcut就會是那個 那個括弧件 OK 那這裡當然可以去做一個 大小的調整 也可以 那麼 乳化的意思呢 就是說它那個側邊 OK 這個括著這個圓圈的側邊 它那個 虛化的程度 你是想它實一點 還是想它柔化一點 好啊 那麼硬 其實它這個功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透明度 不透明度 其實當你去做一個括弧的時候 它會是完完整整 將你選擇的那個位置 OK 是完完全全 是 是 複製了下去 你想 刪除它 那個位置 那裡 OK 你是100% 還是說 我減一半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 那這個呢 你都可以自己去 選擇 OK 好了 那 就 嗯 其實它自己呢 當你去做一個 的時間 放大一點點 看 OK 其實它是一點點 OK 你按下去之後呢 其實它會自己去 去選擇一個位置 它覺得最近似 啊 原本那個 顏色啊 膚色調啊 那裡呢 你都去做一個 的 複製的 那 所以當你如果去自動選擇的時候 你覺得不滿意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呢 是 將它 自己去選擇回 你想選擇那個的位置 都可以 對了 那這個我們叫做 另外有個 紅眼 基本上如果我們很多時候 用一些傻瓜機 來拍攝的時間呢 啊 當你用到線光燈 啊 很多時候都會有個 紅眼 出來的 對了 那這裡就可以 把眼睛 然後呢 我找不到紅眼 因為 我沒有紅眼 OK 那所以 變了 你可以呢 把它 揮回到眼珠 你就可以去選擇 那個紅眼的情況 好了 那 第四個呢 就是 漸層內鏡的 漸層內鏡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 你可以 由上 以下 由左 以右 哪一個斜角 哪一個部分都可以的 你取消回去的時候 點一點 按按按按的按按按按按按按鍵就可以了 對了 那 Ultimately這個其實是有什麼作用呢 你會看到當你選擇了它之後 例如 我想這個部分 些 你拉下來的時候 其實 只是那個部分的鋼 顏色 直彈 你都可以調節 對了 那這個功能呢 或者我之後 後來講到一些鏡頭的鏡頭的時候 都是會跟大家再去討論 另外這個呢 就會是我們一個叫做 放射狀的濾鏡 其實這個計劃 譬如說很多時候我們去 某一個部份 我們想插著蓋 我們想它 光一點、暗一點的時候 亦都可以選擇做這個 你會看到當你跨住了 它裡面的影響 會少跌 它會影響外圍 那看回你想怎樣 去用這個功能 一般來說 譬如說我當最簡單 很多人都會選擇 去用一個暗角 OK 可以選擇去用這個暗角的部分 那這裡也有一個乳化 乳化的意思就是說 你會看到的 它的邊緣的部分究竟是實線 還是一個虛線 那這個呢就是在這個 乳化這個部分呢 要去做一個選擇的 就是說它會影響到你中間的部分 那裡的部分 多少 OK 那這個呢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那其實 這個呢就是你自由去選擇 你哪一個部分 OK 那其實它本身下面的 有一些功能 你也可以做一個暗角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的就只是做暗角的效果 那這個的就只是做暗角的效果 就不同這個呢 你配著某一個部分 你上邊的一個光一點 那邊的一個暗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去用這個 那這樣 先取消它 OK 那接著另外的這個呢 就是呢 局部來去做一個 的 效果 OK 那 譬如說現在我就是想個 額頭光一點的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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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它有些的功能 可以 是 看回 OK 你究竟是 跨了哪一個部分 當你 按這個 顯示選取的 這個遮色件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紅色的 你取消它 它就變成了 但當然它都會有一個 是 short cut 的 short cut 就是按O字 OK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部分你會見到它有一個叫自動遮瑕片 自動遮瑕片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隨時翻它 我測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個自動遮瑕片的意思 其實就是它會幫你選擇你所選擇的部分 而它的顏色是不會插到另外的一些顏色 這個就可以上去看看 你會見到面這裡是比較明顯的 當它不同顏色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會幫你選擇的 所以這裏就會有一個相當的好處 就是以前不是CC的時間 或者是Lightroom 6的時候 它是會 旁邊的都會影響 都會被你選取到的 那你就需要用另外的一個鍵來減回它 減回它的時間 我稍後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OK 譬如我舉個例子 現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想用眼眉 OK 因為它本身有一點點的顏色在這裡 有同一個顏色在這裡 所以它都會被你選取 但當你想取消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按這個Option 因為我正在用蘋果 所以我會按Option 你就可以減回你選取的位置 那就不會影響到 這樣就可以看到了 譬如說 如果當我們想做一些效果 所不影響到一些眉毛的時間 那我們就需要刪除 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選取了 我們想要的部分 那個位置的時間 OK 這樣的時候 我們按Sharp 好 那它就會是 其實已經選取了 只不過我們取消了它 看到 當我們去做一些皮膚的效果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 就 用這個選取 這個 即是片這一部分 來選取我們的皮膚 好了 接著 在下面的時間 OK 那 剛才有提過 那 就會有很多的功能 會在處 給你決定 你會看到 這個基本的 那 其實基本的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 有白癮痕 有拍攝時的設定 那 換句話 拍攝時的設定很顧名思 就是說 你拍照的時候選擇 那個 White Balance 即是 即是 色溫 那些 光暗 那些全部都會在這裡 那 這裡要我同時裝的時間 OK 那 你會見到 它是會自定 也有你拍攝時的設定 你都可以選擇 日光 OK 你會見到 那個 色溫呢 其實是會轉變了 今天 OK 色溫 又會轉變了 護士燈 眼光燈 那這裡呢 其實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個設定 好了 這樣呢 就 通常我會自己做一個的調節 OK 那 就 這裡 你就可以選擇 例如說我不想顏色那麼暖的時間 那 我們想去 藍一點 OK 那就可以令我皮膚 提白一點 那 我們可以在這個 白平衡這個 色溫這一處 去做一個調整 那 另外 有個色調 OK 色調的時間呢 就是你上去 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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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呢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的調節 就是 譬如說我上去的皮膚是比較紅 那 你可以加快一點點紅色 OK 那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快捷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 當我們拍照的時間 未必真的 每一個的 白平衡 都會這麼準的時間 其實我們是可以用到這個 功能 OK 那如果你這張圖有白色的部分的時候 是白色 對 即是爆光了那種的白色 有白色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呢 你可以用這個 這樣的 扭豆 OK 去找一個白色 然後 按一按 OK 那它就會自動 這個就叫自定 它會叫它自定 是的 那就是幫你去選擇了一個 它認為 它的運算最適合的 最正常的 Wight Balance 出來的 好了 那 同樣的 這個也是 它有一個 自動可以去 給你選擇所有的東西 你按一個自動 OK 那 就會是幫你全部調整所有的 那 那 看看你喜不喜歡 如果你不喜歡的時候 你可以在左手邊這個步驟記錄的時候 就取消它 OK 又或者按Ctrl Set都可以的 好 那 跟著 這裏對比 OK 那 這個部分其實就 很過人的 尤其是 現在 要多人去 喜歡拍照 那 所以 每個人的 對一張照片出來的 感覺都不一樣 那 所以 其實 這些部分 你可以去做一個 自己喜歡的 一個調整 OK 那 這裏你會見到 兩部的地方 即是Highlight的地方 OK 只要我們減到最小的時間 負100的時候 你會見到很多 光光的位置 OK 那 它那個 細節的位置 都會出來 這個就是整體來的 去做 其實 如果我們想局部去做的時候 一樣可以 用回 這一個 來 去 選擇某一個部分 來 去 調整 某一個位置 那個 高崗位 或者是 Shadow位 你想要的東西 那 這個就是整體來做的 調整 來的 那 白色的部分 那 你會見到 白色的部分 其實和兩部 是有點接近的 對了 那 它影響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 會更多 而黑色的部分 亦都是 OK 和Shadow 是很近的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 黑色 減到 加到最大 OK 100 和這個 Shadow位 然後 大家可以看看 那個 Difference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好了 那 接著這個就是 清晰度 清晰度 其實 某程度上 你可以當 是 這個 Sharpless 雷法 都有點近 不過 清晰度的意思 它是 將你 相片的層次感 會加強的 但是 可能 清晰度 用在人像樹的時候 就 不可以 太多的 原因 你會見到 張相片的質素 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變成 全部粗了 很多時候 清晰度 如果 那個 度數會加得大一點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會用在Lensgap 即是拍風景的時間 就會比較多些 對 或者 建築物就會比較多些 好 接著 這個就是 顏色的鮮艷度 這個就是 輕微的 對 顏色的鮮艷度 加減 接著 這個就是 飽和度 飽和度 就是整個顏色 你把它加濃一點 或者把它變成黑白 都OK 你會見到 這裡 會有一個 色調曲線 顏色調曲線 其實 就類似 你一樣 可以把它推光 暗暗 你會見到 這裡 都會有一個 櫃圖在這裡 其實就是 你可以直接 在這裡選擇 某一個 光度的位置 例如某一個 顏色的位置 平常是推高的 我們就可以選擇 這個 按這個 按這個按鈕 然後 比如說 我想去 梳化這個位置 我想去 這個 光碟的 時間 其實 你會見到 它影響 那個部分 不是在中間 而是 這個位置 這就是 這個部分 如果我想 這個部分 暗暗一點 你會見到 額頭這個位置 你會見到 它的點 是在這裡 我想暗一點 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 這條 線條 是會有一個 曲線在這裡 那這個 你會見到 整個 RGB 當你Double Kick的時候 這些點 你都會取消 你會見到 有個色彈 RGB 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這條線的時候 其實 是整個 RGB 全部都除掉出來的 但其實 當你卡一卡的時候 你會見到 紅色、綠色、藍色 就是說 我只是做某一種色的 OK 某一種色的 加價 那這個呢 除非你真的 對三顏色的 認識的程度 是會比較 呃 厲害一點 清晰一點 用這個呢 就會比較 精準一點 但如果不是的話 通常 很少人會移動這個部分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會是 下面呢 有一個 的 HSL 和顏色 黑把 這些部分 那 其實呢 HSL 那 你會見到 其實它是色相 的 飽和度 量度 全部都會出來了 那 其實你可以只選擇 顏色 你可以只選擇 飽和度 你可以只選擇 飽和度 通常我都會選擇 所有的數值全部都出來了 OK 那這裏呢 在這個飾板上呢 你就可以調節 它 某一種顏色的轉變 例如 如果 現在的紅色呢 可以 大家看得清晰一點 OK 在紅色的這個部分 OK 紅色的這個部分 當你調節它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的顏色 是會有些轉變的 OK 那 口紅 就是唇膏 嘴唇這一書 你會見到 它的變化是會最大 那 但是其實呢 只要有近似紅色的地方呢 其實當你去動這條巴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些的影響 大家都會看到它的皮膚 都會有一些的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比較小心一點 那 橙色就是通常都是皮膚 OK 那這個呢 就可以讓你用來 調節不同顏色的時候 那種偏色 你想轉變它的顏色的時候 可以用得到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是顏色上面的飽和度 那 毒辣顏色上面的飽和度 那 這個就是 我想它的紅色 我再加紅一點 很明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口紅 突然間就變成這個 烈焰紅唇 那 那 皮膚也是一樣的 OK 你會看到 只是橙色的部分 就會有改變 那 同樣地 在這裡也是 OK 你會看到 可以用這個分聲鍵 碰住那個位置 其實它也是會有轉變的 好了 就逐一取消它 那 這個呢 就是亮度 它在這裡叫 亮度 OK 就是說 每一隻不同顏色 你想選擇它那個光暗 OK 你都可以做一個的調節 的 好了 那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的 分割的顏色 那 分割顏色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 你可以將它的 highline 兩部的地方 和shadow的地方 去做一些 添加一些 的顏色下去 來增加它一些 特別的效果 那 很多時候一些 我們叫做no-mo的照片 那 可能都會用到這些 分割顏色色 這個 的 版 那 譬如說它也有一些 預設了的顏色 那 譬如說我去個例子 OK 我想它的highline 的位置 是 黃色 OK shadow的位置 是藍色 OK 那你會看到 整張照片的色調 都是會不同了的 那 那這裏 它也都可以 在這裏 去選擇 哪個色調都可以 你會看到 這個格子 顏色 這個飾板 這個格子 都會有一個轉變 在這裏 OK 那這個就是 你想要這個顏色 那個 多於少 那 這個也是 shadow位的 顏色 你都可以在這裏 選擇 這個顏色 有多重 那 這裏 中間你會看到 一個平衡 就是 把這兩個 highline 和shadow位的 顏色 你想它 哪樣吃多一點 哪樣吃少典 這個呢 你可以把它去調節 OK 那你會看到這裏 它有一個按鈕 就是 做之前 做之後 一個的分別 這裏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都可以 好了 你想取消它的時候 你也是 Double 它 那就可以取消 3 好了 跟著這裏 你會看到 一個細節 細節下面 你會看到 有個 表 OK 那你就可以見得到 我想看哪一個位置 例如說 當我選擇了 它是一個 你可以在這裏 推 眼睛 我想把它銳化 對 現在它會走去 對 我想把它銳化 你會看到 整張相片出來的位置 整張相片出來 它銳化的程度 OK 這個是整張相片去做的 對 那 這就是一些 的細節 再精細一點的時候 可以選擇的一個位置 那 通常 如果用到這個位置的時間 那很多時候 都會是用回這個 Rush的時候 會用的時候 會比較多一點 對 那這個就是 減少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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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什麼 就是 我舉個例子 尤其是 現在很多的 我們用到 高 ISO 的時候 來拍照 一張相片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有很多 噪音的 其實這個 雜色減少的時候 其實你會見到 它的噪音 都是會減少 它會油化了一些 噪點 或者一些 我們叫做 很粗的 紋 那這個 你可以 減少這個 這個 你可以 去調節 究竟 它的細節 究竟是 去到多少 那 另外 對比 這些都是 看回自己的需要 去做一個 的選擇 那 跟著呢 就會是 有一個 我們叫做 邊形 那 其實這裡有一個 叫做 鏡頭表證 對 通常都會比較少用 一些 因為 譬如說 如果它漏了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做一個 鏡頭的表證 OK 那 但是呢 通常都會比較少用 所以 通常都會用這個 邊形會比較多些 譬如說 尤其是 在什麼情況需要用到呢 很多時候 譬如說 如果我們知道鏡頭 我們會拿到很 幅度的時間 通常你會發覺 那張照片 或者 裡面的建築物 啊 人啊 都會有少少變形的情況 是的 那這裡呢 你可以很簡單的 它有一個自動 那它會幫你去做一個 的矯正 那 通常呢 我都比較少用的 那建築物的時間呢 啊 水平啊 這些是水證 水平啊 那這些你都可以做一個調整 那 但是這張照片 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這個電影系統 所以呢 遲一步 那 那 分享不同的照片的時候 我會再講這個 再細節再講這個 這個功能 那 那 那 另外呢 那就是會這個 啊 暗角 是的 那 那你會見到 我選擇性 它這個 你會見到 就是 暗四隻角的 是的 那 那 然後這個 中間點就是說 它的範圍是去到哪裏 當你去按到最左邊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 它暗的位置 是會去到最中間的 OK 那 而這個呢 就是 你會見到 它在緣度 究竟它是哪一個位置呢 緣度 你會見到 去到最左邊的時候呢 它就會 去到很邊的 OK 去到最 右邊的時候呢 它就會向中間的 去發展 那 通常這個我都不會 動它的了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羽化啦 就是說那個 漸進式 你會見到 去到左邊的時候 你會見到很多實線 OK 就是它實現出來的 如果去到最右邊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漸變的程度 是很柔和的 這個你會看回 你所要的需求 接下來 也是相機的校正 這裡是一些不同年份的 處理的版本來的 這個就會跟隨你選擇一些不同的需要 來做法 通常這個也會比較少用 好了 這次很簡單地去講了 Lightworm CC 裡面的介面 裡面的不同的功能 我們下一次再見 希望這次的分享 令到一些初學者 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OK